收纳文化音符 探索媒体价值 充电时间 文化媒体人频道 7月30号灾难史诗篇太平伦下正式上映 去年年底这部电影的上级遭遇了票房滑点卢 这次导演吴宇森特地请来了电影鬼才徐克剪辑第二部 这部下集能否扭转之前的颓势 给国产电影保护月画下一个合格的句号呢 我们拭目以待 7月29号南太平洋法属流宁望岛海岸发现大块金属物体 美国调查员证实这些物体来自波音777 可能是马航MH370的残骸 找到了MH370的尸体 也算给遇难者家属一个吃来的交代了 7月30号缅甸总统吴登胜签署大赦令 立即释放6966名服刑者 包括不久前被缅甸方面判刑的155名中国籍伐木工人 吴总统早知道要大赦天下 当初何必怕那么多人有罪呢 7月29号爱尔兰驻上海总领事馆 发布了第二届爱尔兰文学翻译奖的候选名单 李玉超 周嘉宁 张云和伯利入选 爱尔兰文学翻译奖旨在推动爱尔兰文学作品 翻译成中文传播爱尔兰优远的文学传统 不知道爱尔兰有没有对应的中国文学翻译奖 奖励喜爱中华文化的爱尔兰人士 今天的干货部分呢 要跟大家聊一聊少林寺和方丈士永信了 这两天网上一封实名举报信是传得沸沸扬扬 这封信呢 举报少林寺方丈士永信私生活混乱 侵占寺院资产 败坏佛教名誉 一条条罪状可真是够生猛的 虽然呢 这已经不是这位宗教界一哥第一次陷入类似的丑闻 但这次似乎显得证据确凿 而且还是实名的 方丈想要永远撇清自己的清白 享受几天清静的生活 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方丈被诽谤也好 被造谣也罢 是永信的方丈头衔恐怕是最大的原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看看现在的少林寺 什么德行 世永信在这样的风口浪尖的位置确实不好坐 如果你把少林寺当成佛门圣地 那一定是金庸小说或者是武侠篇看多了 即便的是在金庸笔下 今天的事早在八百年前就上演过了 少林寺与其说是佛界大师讲经论道的世外桃源 倒不如说是武林争斗的中心 隔三差五被各种争权夺利的力量惦记着 一个看武侠篇长大的美国小伙子去到少林寺完成自己的成人礼 成人礼跟想象的相去甚远 这小伙子反倒是得出一个结论 少林寺就是一桩生意 不管有头发的还是没有头发的 全都绞在这桩生意里了 他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本书 中文名字就叫做少林很忙 当然少林寺一直很忙 忙着打造佛教界的名片建设嵩山旅游圣地 还要上市 星巴克进驻灵隐寺 主持说这是与时俱进 少林寺开培训班 开成宗教界的蓝祥技校 方丈说这无损少林寺千年生育 少林寺甚至到澳大利亚去开了分店 南半球的少林寺听起来也很炫酷嘛 试永信有多少标签 他是佛门众生的心灵导师 是参政议政的政协委员 也是庞大企业的领头人 众多的角色看起来就很矛盾 他要沿袭佛法普度众生 头上要顶着社会主义无神论国家的宗教政策 他要戒贪戒称戒吃 又要操心少林寺这张文化名片的推广宣传 方丈做的好与不好 争论从没有停止过 少林寺内部基础的妙语产权都有争论 国家去管 地方去管 还是旅游管理部门去管 旅游开发交给专业经营团队 还是干脆交给吃斋念佛的僧侣呢 争辩的各方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视线放远 少林寺海内外开疆阔土的战略 早就招来不少非议 试永信的决心和愿望很大 要把少林寺打造成继孔子学院之后 中国文化的另一个载体 少林寺这个超级IP的未来会怎么样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旅游行业的产值一年翻一个样 钱已经足够的情况下 很多人就发现文化这张牌很好打 尤其是少林寺这样 每个中国人都知道的牌 如何让这些具有传统文化价值的IP 在今天的商业社会发挥有益的价值 减少无所谓的争吵 是需要统筹 期待解决的问题了 别忘了 我们还有武当 峨眉 敦煌这些诗情画意 历经沧桑的地方呢 如果您还意犹未尽 可以在充电时间的微信公众账号中 回复指南两个字 就可以看到其他的有趣内容了 好的 今天的节目呢 就先到这里吧 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话题有营养 有意思 就请动一动手指 分享节目到您的朋友圈 您的朋友们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一定会感激您的分享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